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潮 今天硬豆皮给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做法 也是年夜饭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硬菜 这样做出来鲜香美味又好吃 如果来来招待客人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主要是这样做出来也特别的好吃 不管是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爱 下面我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准备四到五张的豆皮 如果豆皮的大小不同样的话 我们要把边缘切掉 切出来的边料我们也可以炒菜吃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要切整齐一点 把豆皮切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大点的盆里面 再加入一勺食应盐 再倒满30度的温水 我们要把豆皮给它浸泡一下 浸泡过的豆皮我们折起来就不容易断掉 大概浸泡20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间我们要准备一块前腿肉 有肥有瘦 然后把肉皮切掉 然后把肉皮切掉不要 切掉以后我们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小一点 也不要切得太小了 肥肉我们也把它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以后直接放到搅入机里面 再把盖子盖上 把电机给它擦上 按论开关我们要把肉打成入末 我们要把肥肉和瘦肉给它搅拌在一起 搅拌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刀片给它取出来之后 把肉末放进一个大点的碗中 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我们要把小葱切成葱花 葱花我们要切小一点 不要切得太粗了 葱花切好以后 搅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两个清洗干净的香菇切成薄片 片我们切薄一点 然后把香菇切成丝 最后再把它切成末就可以了 香菇末切好以后 搅入碗中备用 准备半个胡萝卜切成薄片 胡萝卜片我们可以切薄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了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把它切成末就可以了 胡萝卜末切好以后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往肉萝卜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小勺白糖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少量的胡椒粉或者是五香粉 再加入一点葱姜水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到肉馅里面去 让肉馅充分的入味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香菇末加进来 胡萝卜末也加进来 再把剩下来的葱姜水也加进来 然后下手再次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把胡萝卜和香菇融合在一起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葱花全部给它加进来 把稍好的热油淋上 让葱花更加的香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葱花和肉馅都搅拌在一起 这样肉馅就充分的入味了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硬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的肉馅就有点粘性 做出来的馅也非常的好吃 搅拌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豆皮放到案板上 把调好的肉馅放到豆皮上面 放个三勺就可以了 然后用勺子将它抹平 将它涂抹均匀就可以 涂抹均匀之后 像我这样给它转起来 这样做出来的豆皮就非常的好看了 转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翼翼 不要给它折断了 看一下像这样子就非常的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直接把它放到准备好的蒸锅里面 把它小心翼翼给它放进去 然后把锅盖盖上 把小火改成大火蒸20分钟 20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放凉过后我们再给它改刀切成片 片我们这里要切厚一点 不要切得太薄 大概把它切成两公分 这样不容易断掉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凉发菜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把它切成像这样子就OK了 然后把它摆入盘中 将它整齐的摆放 这样做出来的豆皮既好看又好吃 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做出来也特别的好吃 好多人都没有做过 全部放好以后 我们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液之后 把煎蒜末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炒出蒜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胡萝卜末放到锅中 香菇也加入进来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 料汁我们只要加点蚝油白糖 鸡精食应盐 再加入一点五香粉就可以了 搅拌到有点粘稠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把汤汁淋在豆皮上面 一道非常好吃又有盐汁的豆皮 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主要是这样做出来 它的盐汁也非常的高 年夜饭餐桌上 我们做上这么一盘 真的非常的美味 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颜色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过年的时候 我们拿来招待客人 是非常的有面子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对uir材测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 真的 wy hon何